欢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节目要预告性的内容 那预告什么就带他们去买什么 这个叫实际上操作 只有真正实际上操作 会有没有才可以赚得到大钱 不是吗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台北股市间谍45点 如果你把台积电的 这个跌幅扣除掉 台北股市是上涨的 投资朋友 那我们来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 今天是跌45点 那成交量今天稍微小一点 2179亿 那今天有比较一个好的现象是在于 上市跟上跪的什么 涨跌 投资朋友们发现 上市上涨是868加 下跌234 上跪是733 上涨是733 下跌是174 涨停板的上跪21加 上市的18加 跌停的上市只有一加 上跪的也只有一加 代表什么 代表今天台北股市非常的强 那投资朋友 在经过台积电 台积电 联电 联电 联发科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稍微比较有一点就是说 投资朋友应该看得出来吗 这叫什么 这叫创历史新高 但是在相对的高档区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跳空缺口 反倒是联电 联电 很多投资朋友去追联电 联电在相对的这边 它没有出现 跳空的缺口 再看一下联发科 联发科也没有 这边不算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如果假设 假设你现在持有台积电 那先恭喜你 那应该是大赚 除非你是买昨天的 除非你是买昨天 不然你应该是大赚 那这边 还是要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下 如果你没有台积电的 你没有台积电 你真的很想买台积电 你一定要买 你不买你会睡不着的 那请你等这个缺口 你真的非要买的 你就是 怎么讲你就是要买的 那你最起码尊重一下 等这个缺口封闭 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将来看看会不会封闭 那我是先预告在前的 我一定先跟你预告在前的 那你也不用太兴奋了 什么明天什么后面 什么又上去之类的 那你又去追 不需要去追嘛 真的要买等 封闭缺口再说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很多人还是对台北股市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恐惧 为什么 因为看到13031 看到13031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说 现在市场上充斥的两种 两种投资人 第一种投资人就是认为 这个指数太高了 为什么指数太高 看一下月线 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从过去的基期来讨论 你是从过去的基期在看 你从过去的基期比较低的位置 你当然会觉得台北股市很高 如果你是从这个8523来看的话 那当然你会觉得什么 13031会非常的高 投资朋友 那如果你的角度 你的眼光是看到后面了 你看到后面 你看到后面再回头来看今天的指数 或许台北股市不见得是高点 因为量价是起扬的 量价是起扬的 创历史新高 量也有上来 并不是说创高没有量 如果创高没有量 那叫背离 那背离就不好 那在这种量跟价是同步的 所以台北股市是什么 是没有问题的 那因为现在还是很多人在问就是说 有关于生计生计 生计的两档重头戏 一档是合一 一档是中天 中天政军在哪里推荐 你知道吗 中天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中天政军在哪里推荐 你们有印象吗 在这边推荐 但是你只要没有买到 你会先看 再看 再看 奇怪这什么标股 对不对 可是到后面你会受不了 到后面你会受不了 对不对 我相信后面很多人 都是新开户的 新开户的 新开户很多新的朋友 很多新朋友都是去追 都是去追 因为买不到 买不到 因为人是 我节目上常讲过 人是最奇怪的动物 你越得不到 你要不到的 你一定会想去抢 你得不到 你就想要去追 这个很正常 绝对正常 那反而是你拥有的 你绝对不会珍惜 因为这是人 人就是最奇怪的动物 你没有嘛 你买不到 你就想要什么 就想要拥有它 就想要去追 对不对 当然后面下来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什么 很多一些什么 在那边看 看剧的 看剧的为什么 因为前面他没有赚到 前面这边他都没赚到 看剧的 看戏的 看剧 看剧的 看戏的 都没有赚到 后面绝对是酸言酸语 绝对是酸言酸语 那甚至有一些分析师 我也搞不懂他们 他们在想什么 就一直骂 整天就在骂 不是骂合一 不然就骂中天 你是高档区有叫人家先保守 不要追还是怎样 不然你在骂什么 我不懂这些分析师在骂什么 投资朋友 我是全国最敢预告的分析师 第一档区我用力的推荐 第一档区 今年 你不用怀疑 你不用怀疑 你真的不用怀疑 你真的不用怀疑 同志们你们 我找一下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 我绝对不容许 因为或许你没有看过政均这张 但是我还是要给你看 没办法 我的人是这样 比方说我正在跟你讲 来看一下 我说我是这种低档区推荐的 那我就要有这种预告信的字卡跟内容 叫十年某一件 我画了这个圈圈 就在这边 再看一次 这个圈圈 黑色的圈圈 就是这边 当然了也让你等了一个多月 政均的标普让你等了一个多月 我让你等了一个多月 但是足足让你长超过十倍以上 我没有算 我没有算仔细的 我就 我就大概约莫算就好了 绝对超过十倍 但是政均在一百块以上 我也跟你讲过了 一百块以上 我就说 你们要追的 自己要有承担的风险 因为你敢追 那当不对的时候 你自己要会跑 但是各位投资朋友 你们现在看的节目 后面就整天都在骂 整天都在骂 这不知道在骂什么的 不然你 你今天跟郑宇一样 讲讲看今天 我们就从今天开始讲 因为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跌停跌停跌停 跌停跌停 跌停 跌停 这边我都没有讲过 我都没有跟你讲过中天 我今天就跟你讲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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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跌停板 今天的跌停板 或者是明天的跌停板 听清楚 听清楚 是谁第一个推荐中天的 那你就要来听他的建议 因为全中华民国 全台湾 第一个推荐中天的就是本人 就是郑军 本人第一个推荐 那你那些不服气的分析师 要跟我挑战的 拿字卡出来也好 或者是播你的VCR也好 重点就是要预告性的内容 没有 那你就稍微听郑军 听郑军看 郑军怎么分析 来 今天的跌停 那明天会不会跌停 我不知道 明天会不会跌停 我不知道 但我只能跟你讲 今天的跌停 或者是明天的跌停 明天会不会跌停 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的跌停 你不用再沮丧了 你不用再沮丧了 你有的你也不用什么杀 顶多明天或后天再忍耐一下 顶多明天跟后天 你忍耐一下 为什么 同志朋友你们都知道 这上半年 上半年就已经5块多了 上半年就5块多 再加下半年最少8到10块钱 那你8到10块钱 股价有没有经过大幅度的修正 有啊 腰斩再腰斩啊 腰斩再腰斩啊 那今天已经看到57块4毛了 如果明天不小心又让你看到什么 看到明天的跌停板 或者甚至后天 那就是你的福气的哦 投资朋友 就是你的福气哦 这样懂我意思吗 看这种节目才爽啊 才过瘾啊 你看那些整天骂来骂去 然后又不分析的 没有本事的才能 讲难题叫鬼吼鬼叫啊 那我节目就少看一点 整天看那黄贴纸的 贴来贴去 贴什么贴啊 分析师还在贴 贴就是骗啊 要不然就叉叉第二 我讲过了嘛 就爸爸妈妈只有一个嘛 你回去会有妈妈二好 那爸爸二好 神经病耶 那节目就少看 那我的节目啊 投资朋友 我的节目 我这种是很自然性的 那我没有办法很正统的 跟你做分析 因为我不是正统的分析师 为什么 因为我看太多了 我看太多奇奇怪怪的分析师 讲很会讲 做没半套啊 讲 讲超会讲的啊 真正叫他分析 又不敢分析 又叫他预告 又不敢预告 预告性的内容 字卡通通都没有 你看那种节目 你看那种节目 你赔钱是正常的啦 是正常自然的啦 都好而已啦 那你要跟谁做 跟当然跟有预告性的做啊 跟有预告的做啊 不是吗 我郑君都有跟你讲 包括第一趟 第二趟第三趟 通通都有讲了一清二楚啊 那当然过去懒得再讲了 就讲最近新的可以吧 最近的 从七月份开始 因为七月份嘛 七月份 我从七月份跟你讲啊 六月三十号啊 六月三十号不是送你 七月的见面礼 六支 第一趟 报大量 做第二趟 六支再加28% 降快翻倍哦 对不对 包括呢 郑君第一个在讲的 当然啦 今天一定有很多人在跟你讲 讲又是讲一样 就讲这个题材啦 讲风电风电 对不对 28%你不要 我出38%你就开始买 很奇怪吧 我预告的中校东路走九遍 哪里买你很清楚 卖了之后再转这个 也没有漏气 这个叫实际上操作 我在讲的是实际上操作 每个会员朋友都在都在看正月节目 可以来检视我用没有实际上操作 还是我用嘴巴操作 当然啦 如果你近期都没有赚到 政经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帮你们 所以上个礼拜五的测标是这一个 上个礼拜五 叫鸵鸟心态 我已经讲三天哦 我连续跟你讲三天哦 什么叫鸵鸟心态 因为事实上台北股市 这个位置 我不能去跟你分享 我的看法是高还是低 我只能跟你讲没有问题 但你非得要什么 要再没有问题去找问题 那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因为分析有两种 你看多就拿 对有多方的这个理由 出来做讨论 那看空的呢 看空的就跟你讲一些奇怪怪的 你听到那个理由都会觉得很奇怪 那不是中的理由 也拿出来讨论 那就没有意义了 那政经要给投资表演是什么样的概念 这边不是什么高档低档的问题 指数啦 我针对指数而言 但是股票就有高档跟低档之分 你不用跟我讨论指数是高还是低 如果你用过去的 你用8523 或者是你用3 你用3900的 用6000的 8000的来讨论 现在13000当然是高啊 投资朋友 那再经过半年或再经过一年 那这个13000 不知道它是高还是低的 投资朋友你这样懂吗 但股票就不一样 股票绝对有高低之分啦 投资朋友 股票绝对有高低之分 那相对低的 你可以去留意它 那顺便要看一下你个人操作的属性 正经在上礼拜有跟你讲过 你不要鸵鸟心态 你的股票有问题 你赶快来找我 我帮你处理 所以我建议你去我的什么 我的TG 把你的持股 你留下你的持股 我帮你诊断 顺便送你一档股票 资金的避风港 我讲过啦 来市场上不是每天 都想要什么什么什么 几倍几倍 适当的时间 你的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操作 你就很容易翻身翻倍 但是你不能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 投资朋友 我也跟你们告诫过了 有些投资朋友 并不是说一定要马上怎么样 因为这种盘 没有人不会怕 就看你怎么操作 你资金不会大 事实上你把钱放到这边来 你根本不会怕 那请问今天有没有表现 这个哪一档股票 请问这是哪一档股票 投资朋友 请问这是哪一档股票 贯德 看这样应该看得出来 正确是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请你来 你一定是买礼拜一跟礼拜二 你这两天买的不多 10%就10% 但如果你是正确的会员朋友 你一定是赚更多 而且你还知道目标 会到哪里 我的目标绝对不会乱写 我的目标一定有评有据的 因为市场有一些 你们看不到的资讯 你看不到的内容 那当然你会跟我讲 老师这个太慢 你不想买这种股票 没问题 你礼拜五有来 你礼拜五有去加TG的 你有留资料的 你有拨电话的 你说你不喜欢贯德 那我一定是给你这一档股票 我昨天就已经跟你讲了 易打 你不喜欢买 你不喜欢贯德没关系 你们就慢慢看 你们就慢慢看到后面 后面会不会到这个目标 那当然还是投资朋友 有些人就觉得 这太慢太慢没关系 太慢给你快一点的 给你快一点的 给你快一点的 给你快一点 礼拜一 礼拜一几乎没有买到最低 礼拜一几乎没有买到最低 礼拜一几乎没有 恭喜易打 前天就礼拜一 几乎买到最低 昨天涨停 今天更猛 跳空涨停 两天两支 股盆小很会飙 暴劳 要看指数的脸色吗 不需要 不需要看指数脸色 如果你开场就听政策 跟你分享我对中天的看法 你就知道我是怎样 我是怎样在分析的 你今天看很多节目 不会有人继续跟你分享中天的看法 应该继续骂的 对不对 不是骂中天 不然就是骂 骂这个吧 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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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很大干嘛 那你骂这个热音要干嘛 敢不敢分析 有种的就要来分析 不是在那边骂 你是要分析 不是节目上在那边骂 你骂说这种股票多怎样 你是没赚到是不是 有赚到怎么可能会骂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但是我们用正统来做一些讨论 如果你问政军就是说 政军恒大会买吗 恒大160块 建160块 热印呢 热印今天99块 两个让我选的话 仔细看 一个99 一个99 再添一次 一个99 一个160 那我会买 99 老师你一定觉得他 比较低啦 股价比较低 那你当然选热印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你要有 你要有所依据嘛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怎么会怎么会讲说 他比较便宜就买他 是这样子吗 他99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财报 99块的公司 他第一季就3.66 4月2.35 5月2.65 6月是2块钱 也就是上半年已经10块钱了 上半年的热印已经10块钱了 上半年的热印已经10块钱了 10块钱的股票 今天99 今天99有必要去看衰他吗 这种位置谁敢分析啊 你们今天去看所有的分析平台节目 没有人敢分析热印啦 我不会骗你啦 这种位置是买点吗 你用你的什么软体 你的电脑 不然你看你软体 是买讯还是卖讯 但你说 证捐很大也要吗 很大 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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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要去看一下 就是说 他上半年 他上半年有赚10块钱吗 没有 8.67 8.67 那8.67 8.67 上半年8.67 是160块 8.67 是160 99的 赚超过赚一个股本10块钱 那你会选谁 那答案就出来了嘛 答案那选热印啊 不然怎么会选恒大 口罩你现在到处都买得到 你去药局 通通都买得到啦 但我不是说恒大不会涨啦 我只是说两者来比较 那你就很容易 去发现就是说 你应该去买谁 为什么我今天分享这么多 别人不敢分析的股票 我今天讲的那种都没有人敢分析的 我不会骗你啦 你们看套台都是讲 今天都讲那种最强的 神经病 昨天跌停不敢讲 涨停板就拿出来炫耀一下 你们就是看这种节目啊 所以你们跟的时候 就会觉得奇怪 怎么老是那种想法 变来变去的 那你跟政军操作 很抱歉 我都是用分析 我去比较一下分析一下 那答案就出现了 那答案出现 我就开始请婚姻朋友去中押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我买的位置 通常是别人不敢买的位置 我买的位置啦 我刚刚也跟你讲过了嘛 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置谁敢买 我买的位置谁敢买啊 没人敢买啊 我买的这种位置 都没人敢买啊 同事 我在推荐很多股票的时候 都是没有人敢买的股票 对不对 那那过去 懒得讲了 讲那也没有用 好 那我不晓得你昨天有没有来 我不晓得你礼拜五有没有 你上个礼拜五有来的 你国家的 贯得是你的 你说你不喜欢 欸 老师 在资产 资产一件不喜欢 不喜欢 没关系 不喜欢 不喜欢送你一打 两天两次 明天会不会第三支 拭目以待 你有来的就会有这种感觉 没有来的 没有来的 你没有来的还是在讨论指数啊 還在討論台積電 你們老是看那個 你們沒有的股票 老是那個台積電 可不可以買 我不知道 他直接送你這裡賺錢 都沒有跌的生技股 慢慢看 看他7月營收 會不會再創歷史新高 慢慢看 因為他幫中國 在做這些的 我都先跟你們講 我都先跟你們講 內容跟原因 但是你們可能要等到 8月份 或9月份 才看到政軍現在 講的這些內容 我永遠是領先市場 而且我都講別人 不知道的內容 昨天再跟你講這個 你們來 通通都賺錢 通通都賺錢 最近 最近這種股票 其實很奇怪 你們有沒有發現 光大 我給你們看一下 今天把他講完講不完 為什麼外資一直買 再看一下投信 外資買 投信買 但是我不是要叫你買廣達 我不是要叫你買廣達 我只是要告訴你 廣達都這麼會噴會飆 那請問伺服器資料處理中心 好 請問 他的散熱是誰做的 來 我今天可能講不完 伺服器 水冷的散熱 那重點是這個 老師你怎麼會先講明年要配多少 然後再問今年要賺多少 通常是今年要賺多少 你才會知道明年要配多少 但是我就先告訴你 明年會配兩到三塊錢 那我就再倒著來問你 那請問 那明年要配兩到三塊錢 那今年他要賺多少錢 股價才一字頭 跟廣達有關係 一樣 老規矩 知道的 自己買 不知道的 撥電話 留資料 送給你就這麼簡單 中央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周一至周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抢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昏 鎖定非凡 通常 二次 倒 小 紅 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一档股票 明年会配2到3块 那请问今天要赚多少钱 股价才一字头 伺服器 水脸的三个 跟广达是有关系的 一样还是很简单的 老飞去老动作 咱们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